这种东西是不叫做法 钓钩来卖 代价而哭 代价而哭 当然也是 讲得很好啊 这位郝先生 你今年有几岁了 我没有几岁 对啊 但是你国语讲得很好 在我的农村里面 遇到讲国语最好的 他现在是鱼熊帆朗 对啊 香港 香港 对啊 你今天怎么会来采访这个 因为我对这个艺术家有兴趣啊 哈哈哈哈 我的官员会更 对 那你再继续说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我不晓得你想了解的 我们想 因为他是地方的 算是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他就算是齐老 齐老 你今年有九十 九十 九十岁的老人要问你好赚 还是 就是脚有点风湿还是什么而已 但是 没有啦 受伤啦 受伤 不小心跟 哇你还骑摩托车 对啊 他骑摩托车 九十岁的还骑摩托车 对啊 不要骑 那他早上都是去他的沿 哦 不要骑啦 不要骑摩托车 不要骑摩托车 跟你们调动啊 嗯 走路最安全最健康 所以跟他说啊 你做主题喔 这边的人喔 没有给他照顾 说这个才退啊 我们这边喔 今天如果洪通能够出名的话 也是我们这边的人士 把他绑上 这个国际上的名字啦 最主要是说 我们建造这些 你说说 如果说 云嘉然要给他啊 我们这边的人士 都是出去的游泽 都出去打拼都也是蛮不错 只是说他们所出发的那种心思 心思喔 也是考虑到 洪通怎样做不做 啊这样的范围 或许有些 他儿子对他有 对 对我们村子里面的人 有点的误解啊 只是说 我国以说不太好 你有什么重心啊 你跟他说 好 你洪通的 他目前剩下的 多少话 他家人 他家人 但是一般 一般 地方从国家来讲 我说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就是说 文化部 因为文化部是国家嘛 国家里的一个 一个单位 是 当然文化部是希望说 最好 能把它 更加的部分 不要说全部啦 部分 供给国家 然后由国家来 保管 不然如果到时候 这个会流出 你卖了 卖给谁 人家收起来 怎么放出来 那地方的话 就是说 交通部观光局 光光局 我刚才讲 光光局有一个 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 云嘉兰 云云 嘉义 台兰 有一个风景管理室 因为它是交通部 光光局 云嘉兰 怎么管 他希望地方上 发展地方上 有一个 云文 文 云文 云文 云文的活动 云术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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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云文 云文 云术文化 云嘉兰管理室的话 希望说 他能提供 寄存放 然后在这个地方 老家 所以用它来 爭辑的话 现在 现在说要兴建计刃馆 這個 已经 目前 来讲的话 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 失去机会了 所以 当初 那个之后 几年前 以前的话 有可能 所以目前 地方上喔,原先還會關心,說他這個小兒子目前是保管所有錢的,所有錢的,所有錢力的一個保管者 地方是關心是說,當然啊,你是要賣好價錢是對的 但是希望啊,因為他是算是地方,或是算是國家的一個寶藏也可以這樣形容 你剛才提到就是說,最好的話呢,你把一部分的畫作捐給國家文化部,或者台南的博物館 珍積在這裡可以啊,這個號召率嘛 珍積的話怕保安,保安問題可能,保安的問題啊,保安啊,這個要... 但是這個珍積的話,因為...你說說這個,因為他是... 你這裡除非保安要做得很好,保安做得很好,要投入很大的這個... 對啦,要講是沒有錯,但是我跟你講啊,這個是...看他...看當事者齁 所有...所有錢者,他有沒有這個金啊... 沒錯,當然...他拿個五、六、五都可以啊... 對,你肯拿這個...肯拿這個...肯拿珍積出來... 我跟你講他以前...像他以前,還沒成名之前... 對...他燒了差不多...一般統計齁...他用那個布袋... 他老婆就把他當作...當作廢棄物,把他拿去燒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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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啦...燒了很多... 我跟你講,那是...那個... 那個可能是畫得不好的,他自己不滿意的... 不是不好...不是,他老婆... 嗯...他老婆...很討厭...希望... 他老婆希望說...嗯... 因為你畫那個齁... 你他老婆那個時代... 唉... 跟他的知識... 唉... 這種東西喔... 嗯... 沒有... 沒有... 沒價值... 沒有價值啦... 對...覺得...所以在... 希望說他跟他... 跟著...希望...他老婆是希望說... 去幫他賣他... 到那個唐昆斯廟喔... 嗯... 去賣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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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子...金子...你聽得懂嗎... 是什麼叫金子... 就是說...那廟裡... 不是有一些... 哦...那個燒給神明的那些... 哦... 給神起了一些金子嘛... 哦... 還有一些小吃的... 東西... 對... 對... 才是重要的... 哦... 所以他一天...一天到晚... 窩在...窩在家裡... 是... 一天到晚... 像...像... 像... 紅...紅子一樣... 嗯... 不好畫... 他老婆... 像...紅子一樣... 像...紅子一樣... 所以他老婆...有一陣子喔... 嗯... 我聽他們... 老了...老一輩的... 嗯... 喔...一陣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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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你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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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見過紅通... 沒有... 沒有... 你跟紅通... 是差不多年齡的人... 比他小... 你比他... 你比他小十歲左右喔... 他叫紅通... 叫... 叫什麼... 叫叔叔... 你叫... 他是... 他是你的... 直輩... 直輩... 叔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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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他的人... 你... 你... 對他有什麼感覺啊... 你當時啊... 他... 他... 他五十歲以上才開始學... 學... 學畫畫... 那他五十歲之前在幹嘛呢... 他五十歲之前... 你如果說... 他有一次是... 沒有... 他... 他... 那個... 神經狀況喔... 精神狀況不穩定... 這樣嗎... 精神狀況不穩定... 那時候人家都... 他是紅子啊... 笑的啦...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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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紅還是... 假紅不穩定... 哦... 是這樣子啊... 哦... 那一餐... 一... 一天有時候... 他老婆沒有... 沒有去... 做生意... 賺一點錢... 他... 沒辦法去買東西吃啊... 哦... 但是... 他有提到... 他的那個... 年歷裡面有提到說... 他五十幾歲的樣子,有去台南市拜曾培堯老師做畫 是,是,他有在曾培堯老師那個畫社去呆過一年半,呆過一年半時間 他可能是曾培堯去學素描 是的,那些工筆,畫畫的基礎工 他不是說王傳的五十字通,其實他是很老才開始學 但是呢,他又很... 但是有比較神奇的啦 對 說人,有天生的天分 但是他喔,你說他獨自一格 就是他創作的 創作的喔,講起來好像有偏一種像神影 神影你聽得懂 其實因為你們這裡,靠近你們這裡叫那個... 宗教 什麼神宮啊 那個... 萬善爺 你們這裡有很... 我跟你講,這個講起來就是... 台灣、農村很多這些神明的那個... 以前都是這樣 寺廟,這些廟宇 以前喔,是說... 對,他也有影響 有爺子傳說啊,傳說啊,爺子啊 我們仁坤聖廟喔 正審是五五千歲 對,對 那... 萬善爺,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血診啊 也不是陰診啊 萬善爺呢 齊嚴 他是這個... 這個村莊 我們後面... 這個村莊叫... 北康朗 他從小喔,在牧羊 在幫他... 幫他舅舅在牧羊 那牧羊... 牧牛啦 那就...他每次喔 都... 因為... 目前的... 南坤聖廟的... 旁邊的萬善堂啊 嗯... 那裡有一個小山...小山火 他都把那個牛... 趕到那個地方去吃藏 喔 結果他... 他小小的聯繫 航路七八度 他就交代... 他...他阿古的舅舅 他以後... 作化以後... 希望... 把他的遺體... 也... 來在那一個地方 嗯... 因為他...在那一個地方得到 喔... 喔... 有這個傳說... 然後就是... 變成這個... 南坤聖... 阿南坤聖... 之後演變到牆耶... 演變說... 這神是這樣啊... 他... 我是先得到這個地裡 那萬善堂... 他說... 我先來這裡 喔... 結果產生... 神與神... 神起... 神與神... 一個...一個對決 啊... 對決的話喔... 講到這個洪通... 洪通的他的靈魂喔... 嗯... 好像... 一說... 千兵千將... 嗯... 對那個... 陰兵陰將喔... 好像說... 怎麼講啊... 嗯... 入體了... 喔... 上升了... 上升了... 好... 所以是洪源洪雨... 喔... 所以說他... 有點... 神明上升那樣... 他也當過雞同啦... 當過雞同... 對... 少年的時候... 洪源洪雨... 雞同的話呢... 就像我們... 像我們香港那種... 好像... 問米耶... 問米... 就是... 他的那個... 他一起來起雞... 就是說神明... 對... 但是... 從鄉遠... 我們這裡... 傳說啦... 他說... 是講啦... 是中央章脈的... 蛔王來附身... 喔... 蛔王啊... 什麼叫蛔王... 蛔子的王啊... 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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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蛔...蛔子的王... 蛔...蛔王... 蛔子的王... 所以他因為... 他每次喔... 附身幾隻喔... 嗯... 嗯... 不好意思啊... 好... 你先... 先聽一下... 哈哈... 很有趣... 有關這個... 紅銅的一些... 神神怪怪的一些... 傳說... 那麼... 說他是曾經那個... 有神明附身... 他說他作畫... 有... 有這個... 像有神明附身一樣... 所以畫了很多... 那個... 很靈怪... 很靈異的這種... 畫作...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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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很靈異的畫作... 我們之前也有... 片... 在... 在...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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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視頻裡面... 展示了他的畫作... 那些畫作... 真的是... 呃... 很... 很... 那個... 很... 沒有啊... 你們就... 中大尾買三隻啦... 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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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現在... 在採訪... 紅銅這個... 那些... 老人家... 這位... 老人家... 對... 喔... 是不是啊... 對... 你們要... 但是... 要... 建立這個... 好,很多人來這裡,有些事情 比較了解,所以訪問他 能夠更加的了解到通通 古居治理的一些狀況 你這麼久了,你要讀這裡 你現在已經存在的小兒子 你今年大概60歲 他手頭上到底有多少濃通的徵集畫作 大家都還不知道 有時候他賣了幾幅畫到大陸那邊幾千萬 那麼投資私利 所以他現在對他的手頭上的話非常的珍惜 所以,代價而顧啊 就是要本人要出高價 他才願意去買 可以看到這個紅通的兒子 小兒子跟他爸是完全不賣花的 他爸是紅通本人是完全不賣花的 但是他的小兒子在這方面 簡卻會跟他爸是完全不賣花的不同 我們這裡在新安宮藝文中心 就紅通的故居這裡 我們之前介紹過他 這裡有他的一些畫作 這些都是那個呼應本 不是原稿 這裡是新處宅 是在台南北門區這裡 我們之前翻閱過他這本畫誌 這本畫誌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來啊 熊絲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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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通 名媚狂想 家庭美術館 美術家 傳記從書 座子 紅米針 這些 就有點像那個 那種民俗 民俗化啦 還有 年化啦 這樣的感覺 這是他的 風格 不知道是什麼 時期化的 然後呢 有一些是比較 魔幻的 比較科幻的 有啦 新進啊 有了 這種的 新進 什麼的 新進 什麼的 還有很多是用圖案 構造 用那個動物啊 構造 花鳥啊 這樣 有啦 這是 還有介紹他的生活 一些照片 還有介紹他的生活 一些照片 他用的一些畫具 畫畫的時候的形象 好 他 為什麼那麼了解呢 還有 紅通自己的 這個 簽名 之前有看過了 我們這邊都沒有給他整件的 你可以跟他做 好 你好啊 好啊 沒有啊 來啊 好 好 我們繼續跟這邊的老先生聊天 我們從這裡的人來了解 第一手資料來了解 紅通 我們想問一下這位 紅通的這個 他們的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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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鄉的這個 同鄉的這個 晚輩 我想問一下 他年輕 沒事 你幫我翻譯 他幫我翻譯 就是你年輕的時候啊 他從小到大 你在你幾歲的時候 都對他有記憶啊 我跟你講 這個 因為他 就 遇到他們這個 後面 在附近 他們年齡 因為 紅通今年 他紅通 九年 民國九年出生 民國九年出生 他民國二十一年 民國二十一年 相差十二歲 九年 十二歲 大約十二歲 十二歲 十二歲 但是他們 他們小時候 因為鄉下就是這樣子啊 互相 都很了解 很緊密 互相都很了解 對很了解 所以他們以辯分來講的話 他 他算紅通 算他的中書 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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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剛開始 會 會產生 他原先有做一些畫 是他個人的興趣 去做畫 誰畫 原先是什麼時候 多大的時候 差不多四十五歲左右 四十五歲 那就是說他 四十五歲左右 他 他有 那個時候 有人 來看 四十五歲的時候 都已經是 三十 你已經三十 你已經三十三歲 我怎麼看 五十天而已 你已經三十三歲 你都已經四十五歲了 你那個時候 有沒有見過他畫畫 沒有 沒有 有啊 他畫了那些 他畫的那些圖畫 你說 以藝術 藝術來講 是粗畫 鄉野畫 樹畫 都不是 他是 隨自己的意志 想法 資格畫 那 他 有時候 穿個短褲頭 內褲啦 他風言風語的 人家說 笑耶 台語叫笑 叫王子 笑的 笑 笑 風子 笑 但是他累積了 有 十五歲 對 那個時候 郎坤森 有去辦一個 書法比賽 書法比賽 他也拿了兩幅 去掛在那個地方 結果有 起因是說 有一個美國的記者 好像也來這裡觀光 結果看到了 看到他就把他攝影了 這也拿到團上 團給獎耶 那個時候 可能是 可能是 在台社會吧 在台社會 在台社會 就 奇怪 怎麼 某個地方 怎麼有 有這種人 去畫這個 這個畫 也不是塑像畫 也不是抽象畫 也不是 就是 沒有一定的 一定的名稱啦 嗯 結果那個時候 就慢慢慢慢 嗯 大概是這樣 對 他那個 把他的畫 掛在那個寺廟 啊 那個時候 我是在網上 看到這樣的資料 哦 就是在 有一個 雜誌啊 雜誌 雜誌 對 叫做 英文叫 Echo Echo Magazine of Things 就是 漢聲 漢聲雜誌 漢聲雜誌 漢聲雜誌前生 漢聲雜誌的前生 漢聲雜誌的前生 日後的話 那個記者在這裡拍到 然後把它放到 放上去 呃 這個漢聲雜誌 做報導啊 啊 然後就 引起了 轟動 對啊 他的傳記也是漢聲之後 嗯 以前 之前的那個 都是漢聲雜誌 嗯 來跟他那個社長 來跟他接觸的 對 漢聲嘛 是漢聲 是漢聲 嗯 嗯 我是想了解他 有沒有直接 你有沒有看過 弘通 老先生畫畫有沒有 有啦 你有沒有親眼 你有沒有做到啊 親眼 你有沒有做到啊 有啦 因為他畫一畫齁 然後就 就把一些畫 拿到外面 葉乾啊 啊 對對對 曬乾 他衝著倒住啊 哦 你以為 看起來也不看 你以為沒有看 他要得 對 對 反正就是 裝俗啊 對 他不會白去說 欸 這不能看 他會讓他看 對 你要看啊 你有親眼看 有啦 你有看 你去看再看畫 他也很好 哦 你當時 你當時 有什麼感覺 有啦 看到他的畫 有什麼感覺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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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頭 那旁邊就畫了幾個頭 古靈驚怪 哦 啊 男生 你看 那個 頭是 男 男的 那個女生 女孩子的身 男頭女生 啊 那個女生的話 有爪子 尾巴 啊 腳的話 腳底頭有十個 有的十一個 哦 哦 覺得他是神經的 小 小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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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子 瘋子 就贏你們當時的人啊 平衡啊 對 因為覺得他這些東西 不可思議 贏了之後 對 贏了幾眼 然後 慢慢的話 就有 有緣啊 這樣子啊 對 那早起是他們 把他當作瘋子啊 呵呵呵 他也 他也 我一直在罵他 你知道啊 我看了他的畫啊 有一些地方 有我們香港 有一個叫 九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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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在到處啊 他不是在家裡畫 他是在香港任何地方 到處有牆壁 有馬路邊的什麼牆壁 他都在那裡畫 畫那些 用 他是在寫文字 寫一些古靈精怪的文字 用毛筆字 寫的到處都是 我們被 我們稱他叫九龍皇帝 他自己 雖然稱自己叫九龍皇帝 你是從哪裡來 香港啊 對啦 我說香港你是 我是過來旅遊 過來黃島旅遊 喔 你是黃島旅遊 那你怎麼來呢 我開車過來啊 開車 停在那邊 停在那邊 停在後面 對對對 停在後面 那你怎麼 因為我對於台灣的 因為我對於台灣的 那個歷史文化啊 藝術啊 還有那個 覺得去探訪的一些人啊 事啊 對 那些電話照一照 然後 有有有有有有 對 然後你對於這個 你們 我看這裡啊 非常蕭條喔 那個 在旅遊方面 沒辦法啊 你有什麼 有什麼建議嗎 我跟你講這個沒辦法去 我看起來就是說 就是說 上次啊 上次那個 雲佳南 這個 算是交通部 觀光局 對 這個 這個 姓喜 其處長 我有帶他來這裡 喔 希望說幫我們這裡 發展地方的 因為他是跟觀光局有 發展觀光旅遊 對對對 但是他提出的是說 希望透過我們跟當事者 洪志堡 對 希望他能拿出一些真品出來 但是他 我跟你講 不太可能 對 他 不一定說長期掛在這裡啊 他跟他老爸不同 他老爸當話 他都沒當一回事 不賣錢 現在評語喔 我們這個地方的評語是這樣子 哈哈 他不孝 他 顧講 顧說 他得到他父親的一些 這一些 財富 然後 他個人 去得到他個人的利益 是 是 那他另外一個想法 當初 當初 已經 機會已經失去 你要幫他 全部建設 幫他 蓋一個紀念館 這個機會已經沒有了 但是你至少 要拿十分之一 剩下的十分之一出來給混亂 沒錯 給地方 夠 夠 夠 過了 是 其他人 你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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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 你這個是來自你父親 沒錯沒錯 你應該 應該有道德官 去替你父親留下一個長期性嘛 沒錯 你這些 當然 聽說 布公的話 有買三戶 台北布公還是 台北布公 當初有 然後 這個因為 搭不上 這個 他們這個 族群 宗族 沒辦法去 沒辦法 去把這個體驗 去告訴當時的 洪四寶 那洪四寶 他也不願意 他本人的經濟狀況 應該還可以嗎 他 他前一期 賣了 得了 兩千多萬 應該還好 可以 過生活應該沒問題 對 然後 生意在中國 大陸投資也 虧了 所以他最近 不是動老心 他最近好像一直在探訪 高價 想到高價 賣一些 其實是這樣的 希望他能夠 像你說的 拿一小部分出來 就是說 我是說 我們在地 對 我覺得他們這個地方 不是我們這個地方 不管他 對 你們好好溝通 好好溝通 他不上電 他不上電 不跟你們這樣見面 嗯 那就這樣的話 那就 有點太可笑了 這個 那因為這個 這個講法的話 看他個人 對 他當事實 假如說 沒有這個意願的話 沒錯 你也沒辦法去想過他 沒錯 要他把這個 利益 那不因為 他們這個 把短期利益 看那個 輕一點 把長期利益 看重一點 對啊 他村莊裡面 職業一頭 對 講的話 長輩講的話 聽了 他已經先 他講 他 對洪志寶講話 還可以 但是現在 因為 他有跟洪志寶講 對 講這個理念 對 那洪志寶 比如說 你們啊 這些人都 都是在 利用 利用他 他老爸 來出來 賺錢 他們說 哦 其實沒有 賺到不錢 嘿嘿嘿 他有點 這個 陰謀論 反正 放錢在哪裡 到最後 幫你爸去 立封碑 得益 還是你的家族 然後大家 最多也就是 搞點旅遊 賺點小錢 過過日子 不要把這個利益 看得太重 那時候 那時候 他應該 向他爸爸 向他爸爸 學習 要向他爸爸 學習 把錢看得 看輕一點 把錢看輕 不要看得那麼重 我們 這個 反彈又到這裡為止了 我們希望 洪金寶 那個 洪空的小兒子 看到這個 反彈的話 能夠 就是 返回來 跟他們的族群的 親人 好好的溝通 然後呢 我覺得 這個 作為一個 台灣的一個 旗人 一個 民間的旗人 那 是華家 洪空先生 這些 這些 不特殊的畫作 沒有得到這個 酸酸 得到的 大家對他的 畫作 有別的認識 他們也是一個 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們這條片 就到這裡為止了 謝謝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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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